剛開始以為買了Aputure的C120D Mark II 出力很強 但其實沒有 我就迅速打爆推貨買了Aputure的C300D Mark II 哈囉 エヴァディバ 他們是卡エヴァ 今天我來跟大家分享這一盞Aputure 300D Mark II的優缺點 還有兩個月的使用心得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唄 YouTube上面的人都說這一盞燈出力超強 但我覺得是加上標準照或者是聚光銅為前提 當然你這一盞燈隨便打肯定都比你室內的燈還要亮很多 那如果你想要讓光線面積變大讓光線柔和的話 那其實就沒有這麼明顯的亮了 加五影照的話可能有時拿三公尺左右 你的光就跟室內的光線差不多了 那我退貨的Aputure 120D那就更不用說了 那個大概只能在室內使用吧 如果你在外面有大太陽的話 你可能有打跟沒打一樣 Aputure 300D Mark II可能還有一點機會 那在室內使用的話 肯定300D Mark II比120D Mark II還要好用太多了 你可以反射 加柔光照 聚光照 當太陽 300D Mark II你在室內使用 你就可以盡情發揮你的想像力 想做什麼就可以做什麼 到目前為止我使用300D Mark II兩個多月了 目前是沒有什麼大問題 組裝起來跟收納都非常迅速 在三分鐘內你可以來回拆裝一回 我覺得300D Mark II有一個需要特別注意的地方 就是它的重量 它加上標準的燈箱 那它就10幾公斤了 所以你如果再加上燈架啊 你加一加柔光照啊 哇 重量就一直加上去 300D Mark II你如果要拿出去用的話 盡量是用拖的 就是有拖車任何的工具都好 因為到目前為止我都是一個人單挑 就是我要拍攝啊 我要加燈 我要拿任何東西都是我自己拿 沒有任何助手 所以我拿燈的時候真的很重 有時候還會受傷 可能膝蓋啊 腳腕啊 或是腰 手腕都有可能受傷 所以 還是要用拖的啦 就是有可以拖的就用拖的 沒有用拖的你就要成一個助手 然後接下來就是講300D Mark II優點的時間啦 第一個優點就是它的 它的電源線超級長 所以如果你在室內使用的話 你根本就不需要擔心你電力的問題 那如果到室外的話 也超方便 你可以買這種V掛電池 這樣子一個240W小時的 可以用一個半小時 全出力 真的超方便 而且超猛 你可以用一個半小時耶 你在跟我開玩笑 所以我目前有一個人單挑嘛 沒有任何助手 那有遙控器真的是超棒 Aputure就是神 我可以遙控所有我Aputure的燈 喔吼吼 超瞎 這樣子可以省超多事 你就不用一直跑到燈旁邊去調整 然後再跑回來相機看喔 那真的是噩夢 那Aputure 300D Mark II的控制盒也超棒耶 它把電源供應 也內建在這個控制盒裡面 這控制盒還有內建天線 不像120D Mark II 它的天線是凸出來 感覺很容易折斷的樣子 那這控制盒有三種擺放的方式 第一種就是上面有一個超強的繩子 你可以掛在任何的地方 第二個是Aputure有附給你一個超強的夾座 你就可以輕輕鬆鬆的掛上去 再輕輕鬆鬆的拿下來 這個快拆組真的是超好用 那第三種方式它有內建角座 所以你可以直接放在地上 如果你燈沒有架很高的話 那我個人還是喜歡這個快拆組合 它的快拆夾座真的是好用到爆炸 有了這個快拆組我就不用掛在任何地方 讓控制盒晃來晃去啊 像120D Mark II 或者是放在地上怕 半倒別人啊 或者是地板髒 那燈的角度非常自由 我可以打超過90度 像是我自己很喜歡打天花板 跳燈 這就非常好用 那接下來就是它的風扇 我覺得它的風扇效能很好 因為在上面感覺就是跟暖爐一樣 跟吹風機一樣 烤箱烤箱一樣 那它的風扇聲音算大也不大 算小也不算小 就是你耳朵是聽得到的 那像這樣陸微音現在是全出力 它的風扇現在目前應該是全速微運轉 所以就 應該還OK吧 我也不知道 那如果出力小拍特寫的話 那其實應該風是不會有聲音的 這個聲音其實已經非常滿意了 超級安靜 比起像Ari 你看看 它們還要拿發電機 那個是多吵 這個超安靜 300D Mark II的燈本體很沉很沉 大概兩公斤 你就可以使用這種普通的小燈架 就可以架起300D Mark II 根本不用買C-Stand 那Amputure這次的燈箱 真的超耐用又好用 沒有再浮誇 你真的可以直接站在上面 這個燈箱也可以直接當片長的小木箱來使用 真的 超耐用 然後講了這麼多優點之後 我來講了一個 唯一 目前 我覺得 最煩的一個缺點 就是它的 吵死了 這標準照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它就是這麼鬆 然後就 OK這就是我們今天的 Amputure 300D Mark II的分享影片 那當然 喜歡我的影片按個讚 訂閱我的頻道 可以看更多的相關影片 那再來有一個全部是攝影的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